各位BossMine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尔斯 今次会和大家分享 恒指、纳指、未来的走势 以及个别股份和板块的分析 到最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个Liquidity Concept 这个是计Supply and Demand之后 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卖方式 即学即用的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恒指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形成了一个Temporary Low 最近的低位 我们在这里做过Anchor View Up 它是一路上升的 它已经上升了 有五、六天了 我们两个星期前在这里做Sort Suggest做Sort 到现在仍然是有Profit 那我就觉得 当然大家可以帮一半的Profit 然后继续再Ride下去 因为现在这个August Month 的VRAP 它还未BREAK到 所以 一样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在这里的 那阻力位是什么呢?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就是这个阻力位了 18721 那恒指这方面呢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如果赢开的便会帮了Profit 然后设置了在这个入市位那里 继续Ride下去 因为Market当然是有Uptrend 我们就希望Uptrend那时 立刻做Long Uptrend那时立刻做Sort 那我们也是做了给大家看 Uptrend 立刻做Sort 那现在呢 它是有Pullback 那要Pullback到什么时候呢? 才是一个转转小呢? 现在就还没看到 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Change of Characteristics 最近推出了有些政策 是所谓叫救市 网后怎么看呢? 有很多朋友 我在Forum那里看到 就说要捞底了 大家觉得是怎样应该? 那我呢 就觉得我查买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无论政策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出呢? 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还有好的政策 继续出呢? 我们也不知道 市场怎样反应呢? 也不知道 我们唯一知道的呢? 它完全会反应在图表里面的 你政策出了 价格也要移动 价格移动的话呢? 那图表就会分析出来的了 因为太多 noise 如果我们这样 我们永远都想 就是trade what you see and not what you think 尤其是day trade 晚上短炒的时候 我们可以又long又short又long 都可以赢到的 亦都可以输到的 我呢 就针对Anchorweaver 这里 刚才和大家分享过的了 18721 如果BREAK到的话呢 在Anchorweaver上面 Biase and Control 就可以买入的 现在呢 就仍然都未到是可以买入的 那至于捞不捞底呢 就因人而异 因为很多人 1800点那时已经捞了 那1700又捞了 那结果这个低位是多少呢? 大约是17501度 逼到这个低位 当然就会更加向下了 那所以大家留意着 这两个key level 先吧 接着我们分析一下 蠟子的走势 那大家看到呢 蠟子来到这个位呢 亦都形成了 temporary low 升了几天的 那但是呢 到真是up trend 未呢 那它由高位呢 来到我们说的correction呢 最多去到是9% 那未到10个 那我批评10个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是不准的 就是欠了1个% 那但是如果你赢9% 都不错的了 当然我们永远都是啦 赢到一个数呢 就一定要take partial profit day trade也好 swing trade也好 剩下了一半之后呢 将另外一半呢 就设置在你的入市位 所谓point of entry 那你就可以安枕无忧 这样游去一路 ride 下去了 那当然如果你看到一个 这个 trend 改变的时候呢 那你就当然 就是如果是 up trend 的 那当然是反手做 long 但是现在呢 蠟子呢 亦都不是 亦都充满很多变数的 我这里稍为打了一点点 给大家参考啦 10年的 bond yield 都仍然是向上的 就是都非常之高的 那对蜡子啊 就算对标普啊 道指啊 都当然是有些坏的影响啦 那但是呢 蜡子当中的 software呢 的公司呢 就升得好好急 那这个也都对蜡子有帮助的 那所以有好又不好 market 呢 永远就有 uncertainty 那我们是怎样来 做一个好的 decision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 anchor view up 那它昨晚呢 升穿了 不过呢 是个 body 而已 就不是整支升穿的 那整支升穿到这个 anchor view up 那便是bias and control 那大家呢 可以考虑做个 long 啊 buy stop 啊 那这样 那大家也都看到 这个很短暂的 anchor view up 是向上的 higher time frame 就是长一些anchor view up 就会准一些的 sort term那些呢 就很容易变的 尤其你day trade 这样 有day trade 一晚呢 都可以anchor三四次 因为不停在那里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大家如果是炒美股的美期啊 一定要留意的呢 就叫做core pce 什么叫做core pce呢 pce就是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rice 十年前我都没有听过的 不过近这五六年呢 因为fetchare说过 最重要的inflation gauge 就是这个core pce 当然core cpi 啊 PPI 啊 那些都是一个inflation gauge 但是呢 最重要呢 就是看这个core pce 通常就是星期四晚出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近期呢就是升0.2% month to month 如果是maintain 通常都是maintain到的 就没什么太大的转变 如果一高个expect正0.2呢 那时候呢 那样的时间呢 不用想的了 立刻sort就可以了 问都不用问 如果是比预期低呢 低个正0.2呢 那就即刻升的了 纳指来说 起码升二三八点的了 这些 如果是高出来呢 一跌又是一跌跌二三八点的了 with跌五分钟 那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 那什么叫core呢 这样 有些呢 产卖了十几年投资的 好的经验的投资者 有些朋友 都不明白什么叫core core呢 就是不计food and energy 不计能源和食物 那很多时候 人家都说 那些油这么贵 Inflation 当然是升了 那样 没有影响的哦 对于flat来说 是不会太考虑这一样东西的 超级市场加价加得很紧要啊 哇 产品都贵了成几元一个 亦都是不计的 因为food and energy 变化得太快了 尤其是energy 譬如昨天可以80元 下星期可以90元 再下星期也可以去70元 所以呢 core的意思呢 就是不计能源和食物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石油升了啊 汽油贵了啊等等呢 flat是不会看这样东西的 所以不要用这样东西来计算 总之 凡亲出call PC 的那天呢 大家就留意啦 如果没有仓的 就最好停一停它 无论你day trace, spring trace也好 那我们也都说了给大家知道了 如果继续呢 NQ 升穿这里呢 我给个数值大家看吧 升穿这个Anchor View Up 这个位置呢 低一点点 15481呢 我们可以用15500 对啦 那么就 如果升穿了呢 就是Biase and Control in between两个Anchor View Up 就最好不要做了 sort term来说是升的 不过可能今晚也都会立刻下跌的了 大家用这个Anchor View Up 的工具自己练习一下 也都可以随时随地 可以Anchor 到 看看究竟是Biase 还是Seller in Control 尤其是在day trace那里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用Anchor View Up 自己试试画一下 了解一下 究竟Biase 还是Seller in Control 当然如果 我用我的RCA Plus 的系统 一下 一按就已经知道 究竟是升或跌了 当晚升或跌 未来的星期升或跌 对我来说就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有机会大家可以更多了解 RCA Plus 的系统 OK 那我们现在也都分析 就是S&P 500 11个Sector 也都很快 大家已经有认识的了 看到红色的 或者下面 仍然是红色的 都不方便很多去哪里了 但是大家看到 最近有些升幅 很多不同的板块都 起码有支绿色的Candle 但是 未转绿色的Indicator 这些也有机会是彈花一现的 这个也都是 就算上升了 都是红色的 我们希望是 绿色的Indicator 这个也算是中线的Indicator 还有黄色的 Above 黄色 然后Above 绿色 有个绿色Candle 最佳的Momentum 那我们这六个 都是一般的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永远都是 有limited resources 无论你有多少钱都好 你不能全部什么 喜欢的都买了 当然是选择最好的买 然后可以买到 即刻短期内有收获的 那这些红色的 向下就不用怎么看了 全部这些都是 那这一个 就比较好很多了 仍然都是绿色 仍然是黄色 仍然是少少红色 仍然是少红色 又回到绿色 所以更加好一点 一个Pullback 之后 这个Sector 也不用我多说了 亦都是 Energy Sector 红霸了 我们这个S&P 500 11 Sector 差不多五个星期 走势仍然是以去最好的 里面的股份 亦都相对有一定的升幅 大家看也要看 Energy Sector 或者下个星期可能有改变 到时我们再更新大家 接着我们就会看一看 这款是中海油 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 唯一一种Uptrain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两个Anchor View Up 上面 而我用Weekly的Anchor View Up 它仍然是向上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不要进货子 让它先锁到这条线 多数会触到的 我觉得就 我会觉得是 再锁到它才做一个Anchor 然后才能够买入 我仍然是 我有空搜尋那么多 Momentum Stock 以它的Uptrain 是最值得留意的 就算看下边这些 用其他方法看 就算看下边这些 就算看下边这些 这些位置 它都是形成了一个 Higher Low 这条线画得一般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仍然是 Higher High High Low 挑战这个高位 再创新高 接着呢 我上次也和大家说过 当然 今个星期很多 纳资股份都会升 Coinbase 昨晚升了15% 这些都是有消息 但是真正Uptrain 仍然是Cisco System 第一个Profit Target 就已经 应该是Hit了 我们还有第二个Profit Target 给大家参考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还有 Anchor Reward 一些都没有 没有差 一路隙上去 如果你做一个 Weekly Short Term 的Anchor Reward 在这里 它仍然是 Above Above 这个Reward 所以Bias still in control 这只股份 可能升幅 没有现在 例如Coinbase 昨晚那些 升得这么厉害 因为那些已经跌到很残 那些也都是低位 有人买 但买完之后 会不会继续升呢 那你就一定要自己 不停地Anchor 留意着 但这只仍然是 不停地向上 我用其他指标 看 它仍然是 还有机会 挑战我们 第二个Profit Target 如果去到第一个Profit Target 那就是 Take the Profit 也都是 放回到 入市位 那里等它 转移下去 总结来说 刚才说了 恒指 纳指 标普500 11个SATA 都是Energy SATA 中石油 就是等机会买 要破高位 因为仍然是 慢慢地升 美股Cisco 都是走势不错的 当然 如果大家要我 选择一些 会竞升的股份 那我们下次都可以 和大家分享 不过升得急 也会跌得急 所以看看你是属于 哪一类型的炒家 那总结来说 我们技术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接着我们 我们就会和大家讲解 liquidity concept 我们讲了两个section 有同学 就DM我 他说 他几个月前 都在外面 学过 supply and demand 一万多元学费 上了几堂 就不是那么清晰 就觉得我这里的presentation 简而精 很多谢各位的支持 我继续 supply and demand 之后 我就和大家分享 一个liquidity concept 这个非常之 很能力 即学即用的东西 什么是liquidity liquidity 可以说是银子 在图里面 就可以反映到 哪个level 或者哪个地方 是有liquidity 即是有钱 有钱 有钱 那些人就会赚的了 所以 我们的terms 就是要抓 liquidity 或者叫做liquidity sweep 即是扣了 的liquidity 拿了 liquidity 如果大家知道 一幅图 哪个位置 是有liquidity 你要知道 如果很近的位置 多数都会被 吸收下去 就是有钱 当然 一手拿去 这就是大户的操作方法 大户以外 当然是指机构投资者 但是 当然 Vtel Trader 亦都可以用的 那liquidity 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不要给我的名字 说到什么 但是 非常实用 我教过 那么多个学生 Supply and Demand 之后 liquidity 是最容易上手 最容易用的 真真正正 即学即用 那我们 告诉大家 liquidity 大家如果想一想 就可以知道 liquidity level 会在哪里 很多人 会摆 stop loss的位置 每个人都摆在那里 那就自然有很多liquidity 例如 我们说 恒指 如果是 断了19,000 的话 很多人 就会在19,000 那里 就摆 在19,000 下 可能10,000 有人摆 20,000 在19,000 下面 有很多liquidity 那 一定会被人数一数 才再升 或者一次数不够 再次数到第二次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如何找liquidity 就是要找 以你的经验 或者你所学到的 哪个位置 最多 buy stop 最多 sell stop 最多 stop loss 就是最多liquidity 的位置 而通常 在double top 例如大家看到 这个double top 例如 这个double top 例如 这些位置 最多liquidity 或者double bottom 也有些swing high swing low support and resistance 的位置 譬如 这个是support and resistance 当然 很多人 如果逼了 逼了 就做long 下面 就会摆 sell stop 如果逼了 做short 这里 又会摆 buy stop 这里 有很多liquidity 所以很多人 表达 都是用钱 大家明白liquidity 就够了 就不用 go into 有些人 buy side liquidity sell side liquidity external liquidity hinden liquidity 这些都是教书 我觉得是用来拖时间的 总之 你知道liquidity在哪里 你不用去 buy sale buy liquidity 还是sell side liquidity 总之liquidity 就很容易 像摄石 那样 就被人捉到 举些例子 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 这幅 1-hour 腊子 我们画了一条线 你画哪条线 都无所谓 我的 做法 就是想画 分开 例如我们看到这里 就适当画一条 我们来到这里 后面那些 我们不知道 我们前面这些liquidity 如何画法呢 大家记得我说的是什么 double top 这里有个double top 对不对 double bottom triple swing low swing hi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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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g low swing low 在下面 这边 这个是最低的 swing high 这个也是 swing high swing low swing low 在这个liquidity 之后 上面有一个liquidity 下面有一个liquidity 下面有一个liquidity 这边 这边 来到这里 它是近这个liquidity 多 还是近下面 当然近上面的liquidity 这边 很有机会 就会吸入 进去 但是这个是R2 图 那也是结果 会显到 它 显完之后 因为已经热门了 那便当是来到这里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已经是做完 trade 大家知道 当然是用 大家熟悉的 trending 或者我RCA 知道是做lorn 的 lorn到这里 就停了liquidity 停了 下面的 那接着 譬如这里 怎么办呢 我们 随便 把线 拉回那些 譬如在这里 我们之前 画了的liquidity 还没有热门 的 如果 跌下来 来到 这个liquidity 再跌 从这里再跌 来到这里 就马上 譬如在这里 好 譬如在这里 来到这里 它已经穿了 这个liquidity 当然 有机会 再跌下 但是下面的 亦是 也是 刚刚 你看到 一来到这个liquidity 就立即上飞了 上飞了 下飞了 所以 所以 作为 键 用liquidity 键 应该 是 比较好 一些 就是比 你 看着 什么 1900 18500 那些 那些是 inherent 那些 是人都懂的 人都懂 没有什么 优势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他来到这个liquidity 都是停留很久 接着 上去 拉上上面的liquidity 所以 你知道 liquidity 也有一个 方向 例如 我们 在这里 我们 无论你有什么方法 是做了 Long 那你就来到 liquidity 先取消息 即 取消息 然后再 再 测试你自己 那个indicator 叫你继续升 还是 停止 你的系统 应该是 这些东西 但是 liquidity 可以帮我 取消息 或者 取消息 大家要记住 不是拿来做 entry 是 提供 非常重要的 institutional 的key level 给大家 拿来 拿来 我们试试 第二幅 大家看到 这个纳指 的15分钟 刚才我们 用一个钟 做swing trade 15分钟 可以做day trade 那我们 将它拉前一点 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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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是这里 那 就是 现在我们是做今天 那 以后的那些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找到 liquidity level 出来 这里 这些东西 也有 这些东西 也有 这些东西 很容易 这个 那 然后 再找一下 一眼就看到了 最容易找到 就是 swing high swing low 那些 和double top double down double bottom 这里有个bottom 这里有个swing high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一大堆 是 support and resistance 这里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停留这么久 一定是 support and resistance 好 那 都差不多了 那 我们 比如 用这个 来做分界线 我们 看看 往后的liquidity level 再怎么做 接着 市场就一直打横下 结果 当然 最近 这个liquidity 当然 走来这个liquidity 不会走来下面这个 那 我们再看 再拉 这些东西 对 这些东西 一直打横下 非常温 这些东西 也很温 这些东西 也很温 一直打横下 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 可以做 这些东西 那 这些东西 究竟 它是 踢上面 还是 下 这个 不知道 因为它是在正中间 那 当然 如果你有指定 告诉你 做sort 那 刚好 你来到liquidity 它踢了 就不再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没有再跌下去 已经 来到这里 就停了 这里 就不再跌下去 因为 抓了liquidity 抓完之后 不再跌 升上来 就抓了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抓完之后 再冲上去 就再抓了这个 所以 你知道这个liquidity 是非常之容易做的 否则 你都不知道 来到这里 你又不停 不停 又贏了 又变成输 然后 当然会搞到 大家很混乱 但是 你有一个可靠的 就是buy sell system 加上liquidity level 你就 所谓 如如得水 所以 市场 一直在找到liquidity 所以 市场 一直在找到liquidity 所以市场 一直在找到liquidity 提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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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谈到这里,下星期我们再谈谈一点点的Liquidity 大家对于今集有什么问题请在下面留言,我会亲自回复大家 下集见,多谢各位